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首先画树 然后中的目色已经一点点浓膜 比较干一点 我们画树 首先画前面的树 已经沾一点点水调一调 让淡一点 再调这个中等目 本笔 已经沾一点点水调一个淡目 已经调中等目 要淡目 按下 一根条中等目 我们画树 这是用侧缝 比较干一点 前面两个小时的 这是中等目画完了 这下面出来的是淡目 翻干的 一条淡目 已经调一点点中等目 要中等偏浓的墨 中等目加一点浓膜 加一条 中等偏浓的墨 把这个房子勾一下 淡目 调一个淡目 已经调一点点 中等目 淡目 淡目 已经调一点点中等目 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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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画他的株林 用一个小笔 还有一个棕的木设 笔冰条件的浓墨 画株林 还是这个斑墨 已经调一点点棕的墨 捏一下 要棕的墨色 已经一点点浓墨 比较干一点 要再试 分别拖一下 干干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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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点台 就是中等片浓的墨 已经调一点点浓墨 台点主要是横笔大点 这里是一二三四大点 一条中等片浓的墨 一条浓墨 这个点是横的 不能够是竖的或者是斜的 我们调一个测石 加一点点墨 调到墨再放一下 然后调测石 加一点点墨 调到这个颜色是可以慢慢流动的 不要很浓很浓 我们首先燃素 这是加淡漠 把这个三十燃一下 就从水面开始 先沾一点水 把这个上面亮的部分 沾一点水来 颜色淡一点 下面深一点 这事都做似的 下面浅染 一间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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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点废 二 因为 绘 画面打湿 我们把这个笔洗一下 画一下 就是一支干净的笔 然后用笔尖 笔尖调这个三绿 然后笔尖 笔尖向上 笔尖染这个亮的部分 下面稍稍画一下 笔尖补充三绿 目前可以把它留出来 笔尖 笔尖 三粒干后的效果 这是花青 这是墨 首先调花青 加一点点墨 少少的 把这个防顶 染一下 这边边这时 角墨 把这个房子的柱子 画一下 我们调这个花青 加一点点淡墨 用笔键条 这个笔后面是水 这样前后有一些色的变化 横笔 原来这个术师 横笔点大 还是用横笔把它点起来 花青 淡墨 六条 先割一下 花青加淡墨 河滩上的小树 也有几个点 然后是这个水草 稍稍加一点 好 这个染色的群木染完了 染完了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调整一下 你看这个是 颜色染过之后呢 这个前后色头这个 色头的机构显得有点平 没有什么墨色变化 我们调一点点浓墨 用笔键条浓墨 这是一个干净的笔 像笔键条浓墨 后面是水 它就会后面自然而然 会淡一点 干干的笔 擦一擦 洗一下 强调一下 这个三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吴胡凡先生的春山情爱图 就全部临摹完 感谢